一般人认为华龙舟是体力活 只有身强体健的人才能胜任 今天的快乐银发组我们要介绍 马来西亚一支很独特的粉红龙舟队 队员青色都是充满自信的女士们 她们还包括了多名抗癌勇士 她们没有被病魔击垮 反而积极乐观 以行动激励年轻人 活出自己的精彩人生 身穿粉红色队服 浩浩荡荡地抬着粉色龙舟的 正是粉红战士龙舟俱乐部 在这支队伍中 62岁潘惠玲是其中一员 她在机缘巧合下加入龙舟队 至今已有14年 从开始的手忙脚乱 到现在稳定又干练的步伐 潘惠玲已不再是当年 体格瘦弱的女子 如果不说 你可能还看不出来 潘惠玲是抗癌勇士 我其实是2008年 患癌症 已经是到现在 已经是16年了 因为你开始患 这个乳癌的时候 我们没有自治 很怕 那时候这个龙舟 是Under breast cancer welfare 伺候其中一个活动 所以就在那边 认识了一个青年 他是龙舟队的 拜念来的 我第一次划教练说 OK 我们现在划一分钟 一分钟 很容易嘛 那知道还没有一分钟 我的妈呀 这个一分钟是在场 一分钟不能到 呼吸不到了 不能呼吸了 他们有跟我说 你新人 不能呼吸 你就把那奖拉起来 就坐在船的后面 要死了 整个人很惨 但是就练习练习练习以后 现在没有问题了 安慧玲所属的 粉红战士龙舟俱乐部 也是全马首个 乳癌康复者组成的 龙舟队伍 现在俱乐部已经发展到 大约有60名成员 而这些成员 不仅仅是乳癌康复者 也有其他癌症类型的幸存者 以及病患家属或朋友加入 有尊纪的研究 一 tavalla学过 我們必須要監視 因為有些人比年輕人更合適 他們比我們走得更快 我認為最長的車子 應該是今年76歲或今年75歲 跌下去不要沉 我就想有多好運動 我走來 參加 爬龍舟對我們身體很有幫助 我們的手不要腫 因為我開刀這邊 因為我爬龍舟 我整個手不要腫 爬龍舟考驗的不僅是 團隊的協調和合作能力 還包括個人的決心和意志力 所以一般由身體的力量 和耐力更佳的年輕隊員 主導整個隊伍 但是粉紅戰士龍舟俱樂部裡的 年長隊員 卻是作為團隊主心股伴的存在 鼓勵著大家不斷前進 我的堂妹她本身是乳癌患者 然後她在2022年的時候 乳癌她復發了之後 就很短的時間她就去世了 所以當我失去這個堂妹之後 我就開始就很注重 這方面的比如這些乳癌的 這些的醒覺的運動之類的 這個我真的是很佩服 很佩服 因為她們的年齡 我可以稱她為我的媽媽級 特別是我們當中 有位叫Keng Jae的 她是我們隊伍最年長的 然後每次你看她滑的時候 她也不會說喘氣 也不會說很辛苦 不行 她反而說可以 可以再快一點 可以再繼續 癌症康復者 口中最常說出的一句話是 不想要浪費時間 想要做更多的事情 因為對她們來說 現在所過的每一分每一秒 都是她們奮力對抗病魔之後 所贏得的珍貴時光 從小就熱愛舞蹈 可是沒機會學習的潘慧玲 在工作後一次偶然的機會 開始學習拉丁舞 以重新燃起她的熱忱 她學習了各種不同的舞蹈 並在退休後 加入馬大醫藥中心 乳癌康復者後援團體 教導乳癌康復者跳尊巴舞 我除了華龍舟就是做Zumba 然後我有做一些小手工 Beats做了當做禮物送人 然後跳舞 我有做很多跳舞的表演 就是那些社會 他們需要什麼做Awareness 還是他們要籌款 這樣我們就去做表演 然後就是我去見病人 其實好像我們這樣 給他們看到我們可以跳舞 可以做Fashion Show 然後可以華龍舟 他們是很驚喜的 你們可以做這樣 對 你也可以 我可以 你也可以 所以帶給他們很多希望 潘慧玲形容自己進不下來 退休後的她可以說是 但是比以前上班時候還要忙 不停地參與各種活動 對她而言 年齡並不是阻擋她前進的障礙 不只是家人 朋友也很驚訝 因為他們看到我是那種 應該是 如果我說我唱歌我跳舞 他們還可以接受 龍舟啊 能不能的你 那一種感覺 但是有一些也是有跟我說 你這個年紀了 你是不是應該 不要做這麼激烈的活動 你應該停下來 我說我沒有事啊 我可以嗎 只是我覺得 這些東西是 如果你長期一直在做 我們的身體是可以接受 尤其是 跳舞這些 我會做 是這樣的 因為她不需要一個 你可以一個人跳 而且她的概念就是 一個大家庭 一個開心的活動 你不需要說 跳得很好 你不需要完美 你就是跟著音樂 音樂會讓你開心 然後真的跳 然後你就像去Party有嗎 你去Party的時候 你亂跳也沒有人理你的 你就是跟著跳啊跳啊跳啊 給她開心的 流一身汗 然後你很舒服回去啊 很好睡的 我們跳舞一樣是 給人家知道說 雖然你是Cancer Survivor 你的生活可以跟平時的人 一模一樣的